我们当时讨论的是三个问题 中国想何处去 世界想何处去 我们想何处去 知道今天还是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当时就民主集中 要发生这下变革 我们要为这个变革 做理论的准备 这是我们八十年代留下来的 就我们对鲁迅 对周朗仁对这些研究 他可以作为今天能够起立 这点对我极有意义 你在做这个八九十年代的四相识 就是我们谈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像是我们这一代人 开始真正的走向社会 是吧 然后年轻一代 朦朦胧胧知道这个八十年代 然后有一种心向往之 就是好像那是理想主义的 最后的晚霞一样 但另外一方面 也有相当的一部分的年轻人 你觉得我们是在神话这个八十年代 这就是这种你听说过吗 是我知道 OK 而且还有一个更刺骨一点的质疑 就是当我们说我们八十年代 何如何如的时候 那如果有的人站出来说 那你们最后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除了留下了一些理想主义的回忆 你们真正干了些啥呢 我们怎么回答他们 这是我觉得 一个是这样 就是八十年代 我们确实不要把它的理想化 但是八十年代可贵 就是那时候 大家都在那里追求真理 是非常自由的交谈 自由的交谈 而且自由的争论 争论的非常厉害 对 我们都从那过来了 大家都在探索真理 但是也没上感情 就那个时候 没有真理的垄断者 大家都在探索真理 它是个多元的一个思维 而跟今天有很大不同 今天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有意见分歧 本来是正常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二人对立 就认为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我都是真理的垄断者 就绝不允许别的人 发表不同意见 然后就给戴哥的帽子 可是我们这种不出来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最合规的 OK 对 我特别同意您说的这些 而且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但我现在就还想纠缠了 就是事情的另外的一面 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见到八十年代今生的张扬 这个我们就怪谁呢 这就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八十年代它有一很大的缺陷 就是真正的理论能留下来的理论创作很少 OK 就是更多的 比如说你们做的更多的是引进的 是吧 像我做的只是对于五四这种研究 就真正的新的理论的创造 就很少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是没办法的事 就是这个历史 是变化太快 但是跟着历史朝头往前走 就做不下来 因为真正的理论创造是要做下来 而且要有一定的距离 这确实是个遗憾 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年轻一代 他要回到八十年代 你那个精神他很难感受 就是感受到一直是精神 那么你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啊 人就是会问这个问题的 这是八十年代的弱点 你们在那儿嗨是吧 讲八十年代何如何如 你们给我们留下什么呢 实际上 就是五四以来也是这个问题 对 这我就说了 因为中国没大事 为什么呀 大事 必须有理论找着 那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 就涉及到我觉得 涉及到我们这个民族的 这个民族本身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啊 就是儒家实际上很影响 而儒家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怎么让你好好的活着 因为理论他有一个东西 还需要有想象力 中国这个民族啊 我们的神话是不发达的 这特别不发达 过于讲实际 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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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想象力 比如说庄子的东西 它应该有想象力 带着中国 庄子的影响变得滑透哲学 对 对 有时候鲁迅对庄子的批评 其实不是针对庄子的 是针对这个庄子末流的 庄子本身 它是应该有想象力的 非常 但是你这么一说呢 不把这事说深了 你要这样的话 那我们还有啥期望 所以我有一个很巨大的矛盾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是什么呢 要创造出一种 对中国现当代 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新理论 但是我答不到 这只是我这一生最苦恼的 但是就是这么种利益上不去 你说起理论创造呢 实际上就是把这种 思想精神上的活跃的年代 封闭的年代 它的创造性呢 过多的跟那个社会的变革 连在一起了 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两代人 特有的 或者 对吧 我们这幽国幽民 对 在这点上呢 我跟您不一样 对 因为呢 事情还有可能是另外一种 你比如说 像这个 在这个欧洲的 启蒙时代 比如像苏格兰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 法国启蒙思想家 他们都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热衷于 社会改良的 启蒙思想家 但是呢 他们有另外的一套想法 这想法就是说 Math Letters 一方面呢 他是希望启蒙 启蒙就是启蒙 这个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并不是一位 就要启蒙别人 他愿意建立一个 文人共和国 就是我们 互相能够理解的人 建立我们的这样一种 精神世界 从这个角度讲呢 我们就不见得要把一个 时代的 精神活动和精神 作品 完全的跟他们 是否改造了 他们的国民 连在一起 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待 比如说八十年代 或者 我觉得自己分工 我同意你的观点 就理论家思想家和这个 搞理论思想的和学术的和搞政治 这还是不一样的 对着说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更大点思考 什么思考 这是我有一个判断 就是全世界都病了 全世界都病了 就现有的 所有的文明形态 都遇到了危机 现在需要一个全球文明的 总反思 总体反思的时候 我现在想提下乌托邦主义 乌托邦的 对 在这个当中 因为我觉得 就设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根本职责是什么 就是创造乌托邦 这只要认清了 他是乌托邦性 过去的教训是在于 想把乌托邦变成现实 乌托邦变成 地上建立王国 就是地狱 所以 知识分子的根本职责 不完全是批判 他是要给社会 提供新的价值理念 新的价值理想 新的模式 发展模式 这知识分子根本职责 对 在这点上呢 我跟您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去管他 我倒是特别感兴趣 就这点 你知道吗 就这些问题啊 你别看大家都在那儿吐槽 其实认真想 这些问题的人 并不是很多 因为我觉得 我对自己有一个 可以公开 我对自己一个设计 五年 我在活五年 我也会考虑这些 这种年纪差不多了 然后呢 我们的价值到底 我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那么这就我经常讲的一点 就怎么把我自己的精神 把它转化成一种文化 这就是死后 你的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这就留给后代了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在乎 别人这么自己的身家吧 那在乱乱咋说一下 慢慢长大就好了嘛 就不在乱了 对 然后这段时间就熬过去 对 太准确了 说得比我需要说得好 那不行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不想熬 我不想熬 你也熬过吗 还在熬着呢 真的 不开玩笑 真的吗 对 刚才就是 不是懂的人呢 看透本质的人 他不是不痛苦吗 哲学课 也有 对 实际上 更多的是 更多的是赋予你一种 能够 男士真的很小 你说熬我 我们一般用扛这个词 我觉得合唱里面 男性的声音 就是 非常好 对 曾家你 对 可以 现在就是 已经证明已经有后场了 不能了 就这样 你说我传给了你们后代人 这个想法 那个想法 那他说 你给我那些想法干嘛 为什么你不给我个世界呢 这算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是 这是对理解 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应该怎么做 他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 所以我刚才说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们仅仅是真理的探讨者 而且我们有不度 有无数的事物 无数的那个 所以我对自己 有一个基本评价 就是我的 价值 都是有缺憾的价值 就是我们的70年代 80年代 50年代 第一是有价值的 第二是有缺憾的价值 而这个有缺憾的价值 我们是有责任的 在某种程度上 这话鲁旭也说过 我的责任 我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现在 在我也是这样一个思考 就我在这当中 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他绝不是那么完美 当然不能过分强调 因为就是 反省没反省 你一反省的过度的话 也不好 OK 昨天晚上 我正好在我的一个学生家里头 吃晚饭 那学生很优秀 又聪明 又博学 又会生活 但我总逗他说 他就是没有雄心壮志 他因为很聪明 所以他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有雄心壮志 我好好地生活 对人好 很多朋友 是个善良 能干的人 这不是很好吗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对历史的种种反思 等等 好像都是要把一副历史的担子 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只不过是传这个 还是传那个 但是也许 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两代 就是说 我们开创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不来 扛这历史的担子 我们不来做这雄心壮志 我们可爱善良 挺好 你还要我们干嘛 这是年轻人 有醒着的 也有睡着的 也有玩着的 我问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了 我可能说的有点直 就是在你这个年龄 或者在我这个年龄 无论你现在的经历多旺盛 工作状态多好 但是呢 你这个考调 它可能不能延续 很长时间 不能延续很多年 所以 那 要具体地说起来 你的学生中 有没有那么 一个两个一批 你觉得 堪此重任的 这重任就是说 能够继承你的精神 学问 甚至比你做得更好 这样的学生 你有吗 或者多吗 没有 而且你一直在北大 在清华 真能够在京市上继承我的 是贵州的 好 但他们也有一个弱点 对 命运不息 有什么 这个的 是让我非常痛苦 嗯嗯嗯嗯嗯嗯嗯 我就说刚才那个 我就说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80后这一代 已经特别过时 你们看艺术县里头 他们那个什么比它虚拟货币开始了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做作品 然后现在又什么元与众开始了 他们又就是跟我的生命经验 完全没有关系的了 我觉得它也是两种方式 但是就让我困惑的是 那个它艺术本身 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一种的 就是你就干你的 干成干不成 就是行事在人 成事在拼 也没这个你保证 你好好干了就有 是 没有 但是呢 我这一个很实块的家伙 这时候我干了我爱干的时候 对 这我没亏 我赚钱没赚着呢 我亏了 我想成名 没成着呢 我亏了 但我把我自己的事干高兴了 这个怎么你都没亏 对对对 现在有一年我就问 我说您有没有曾设想过 就是说 就是自己的哲学创作 要是 把人们已经 您您您您有没有想过这事 是吧 然后 也会想 对您当时给我的两个小回应 就是一个回应呢 我是有着抽象自信的 对对对对 这个是有的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话您又说 就像跟你说这个 这这话没怎么跟人说过 咱俩那时候那么好吗 没有说 而是我记得好 然后第二个您就说的是 就是 就是 得多少来一点 就是 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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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不过现在看来的话 您基本上 没法做出这种摄像了 我当然也能做这摄像 那个 元成你这还不清楚吗 实际上在那个 在我做的专业上 没有任何一个跟着 他申请了 就不加 可以 绝取 绝取 对 我也申请 对对对 我也可以申请国家项目了 是吧 那个 那个 关键我觉得 这也和您那个 做方式有关系 因为您也觉得 这就是 好像也是一种 顺其自然的态度 对 而且超级顺其自然 是 是 我在这方面 可能走得有点过 但是 但你还是会期望 它不是说要求 但是会有一种感召 对 那这个你还是会希望的 对 这个 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在观察和思考 而且呢 几十年没有间断 没有放弃 再努力地想走出去 对 但是呢 世界呢 就好像 不理不睬 该走什么 它就走什么 让你这些观察和思考者 永远就还停留在 观察和思考上 这里呢 就是有一个 是我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就对着国民心的反思 这个我觉得 是我们从学术研究的 这是 鲁迅地改造国民心的思想 在当下中国 有特殊重要意义 对 对这个事呢 我是 总是有点保留 就是 啥意思呢 就是 那像鲁迅本人 也没能改造 中国的国民心思想 那么我们作为鲁迅的 后来人和学生 我们凭什么 就有这个机会呢 还是大家就这么一次 一代一代地碰运气 就是必须 这是回避不了的 是啊 但是问题就是 能不能成功的 这是一代一代人 去努力 去努力 一代一代去努力 这是很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因为没别的亏兆 没别的事可干 对 对 就这一件事 是不是 当然还有就是一个根本的 从鲁迅开始吧 就说是一百年的历史证明 要走出这条路 是十分十分简单的 比我们当年 后生成功运动 我们当时想的 都太天真了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 还是挺乐观的 就是说 可能要走很多很多年 但是呢 这隧道呢 一定是能走出来的 我觉得是 至少说 有可能 当然就是这里就涉及一个 我们这样的 基本立场 我的 基本立场 就是 质疑立像主义 又坚持立像主义 质疑启蒙主义 又坚持启蒙主义 但也可能 从更长远 来构成我们的历史去见 但是至少我自己 既质疑又坚持 别人主义和情主义 那你刚才说 你写这个贵州的这么几十年 又说起来差不多六十多年 这么一个历程 实际上也不可能马上发表 那你是会 你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 这个著作的管理人 我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OK OK 这是我们这一代 实际上现在所能做的 就是我做整事 OK 那 就 遥遥无期了 说起这个 你们 文学界有一本书叫做 《从黎明到衰落》 你看过 有点像你这本书 当代中国文学一样 把这个西方文学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他最后说 他为什么叫黎明到衰落呢 他说现在这个文明就走到了 中世纪的那个 开始的地方 那些文明的光辉 都在逐渐的暗淡下去 他说那我们怎么办呢 他说我们就要向这个 中世纪修道院里的那几个修道士一样 需要想象一盏油灯 是吧 保存这个古迹 保存这种古典思想 争取五百年一千年之后 再来一次黎明的时候 这些东西还在 不 我是这样想 我现在是非常之明确的 两头 一条是我自己写作 因为我是有一个反省的 柳俊也说过 你看我说柳俊也很深 柳俊说过我写作 因为我要发表 因此我就必须抽掉几根骨头 然后我把作品送到杂志出版社 又被编辑抽到几根骨头 最后送到总编辑里 又抽到几根骨头 所以最后读者看到的我的作品 已经没有几根骨头了 我看着非常触动 其实我一生写了这么多字 一百本就是三千万字 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 所以我现在写作 想保留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 所以是为自己 另一个是为未来写 我说我的意义就在于 就要留给后人知道 在2022年就在这个年代 还有另外一种存在 这些存在 你后人这么看 我不管了 也肯定是错的 但是至少告诉我 还有另外一种 我觉得我的写作意义就在这里 并不是说去影响后代 就告诉我 我们曾经有过人 有这样的一些思想 就行了 我现在在忏悔 我就总结了 我的一生九大罪恶 你说 第一 我在初中阶的中学 搞老师的思想改造运动 就有一个最喜欢我的老师 对我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就批判他 然后学校就不准 我在他的批判会上发言 这就是参与了对 自分之的破坏 对 对 对 就得去参加晚宴了 然后来见过 就是得罪事 这样的 我们的屈服妥协投降 虽然是被迫的 但是你不能为自己辩护 OK 好 这是 所以我就有一个总结 就是我对自己总结 第一 是历史的失败者 第二是殉藏人 第三 有罪责 当然不是一个罪人 第四 现在所有的惩罚 最后都落在我自己头上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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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我们大家都是都是这样 嗯 都是可以共鸣的 嗯 是吧 嗯 嗯 我只说给你听 哈哈哈 以后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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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退出退出第十五台 那那当然当然早晚嘛 我们这一代对就叫退出第十五台 对对 嗯 后马的英雄们呢 他所有的存在都需要展现 那么说的更哲学一点 就是存在本身就需要展现 当我们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好物呢 投入到了世界之处 是吧 他为他的主义而战 我为我主义而战 主义之前没有特性 是 这个人工智能就更吸引了 还是说 做了四年之后觉得德鲜 他也就不太相似了 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做任何主动传播 后来是哪个新闻 把它当成一个社会新闻 当成一个新链事来做 社会上才知道 从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不愿意去消费这个事故 来去做一些这样的 这样我们不愿意 给他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场面 我这个车排着队一点点下来 感觉特别好 创业者是有创业者的 你看这是一个新车 完全新的车 就完全没有味道 对 你刚才说一方面呢 你不愿意消费客户 我觉得这是一种 对 特别好的观念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任何一个商家 他都愿意宣传自己的产品 对 这两个之间你怎么协调呢 我们不说这个人是谁 我们也避免涉及到 他本人的一些信息 我们只是说 我们采用了哪些技术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安全 但是这个人坦率讲 这个效率肯定不如 把它体验出来 但是核心我们想 所有的事情 要考虑到用户感受 但是这个可能不是说 你下去想清楚 包括我本身也是 好技术出身 有的时候你不自觉的 你就限制到那个 把技术做得最好 当成了目的 他有个好技术 我要超过他 他有个好技术 我还要超过他 实际上技术最好不是目的 技术最好是一个手段 目的可能还是为人 你作为老虫肯定都是 讲这个企业的这种 各种优点的优势 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 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跟程老师 您去请教一下 坦率讲是市场很卷 技术上大家基本上 是在同一个这样的水平 而且很多企业 他可能觉得 更直观的另外一些东西 他们也在那儿掏钱 然后在这个卷的环境下 市场的很多动作 产生了变形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某个产品降价 但是它毛利都不存在了 你想对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来讲 毛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如果它都没有毛利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要这么去做呢 这实际上是我们经常面临 选择得上的困难 对吧 对 当然 对 你总是受到外界的环境干扰 那你在受到外界环境干扰的时候 那你短期的行动的一些改变 和你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 你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决定 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现在的确是在换菜道的时候 这时候当然肯定就是更无序一些 我提不出什么特别好的建议 但是我倒的确是希望你在思考的时候呢 会想到竞争 还有另外一面呢 就是一个人热爱他的事业 这个热爱不是跟别人比出来的 是自己感觉和行动出来的